中方一贯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中方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 相向而行 积极开展对话接触 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 不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以实际行动履行美方有关承诺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 包括不得将台湾驻美经文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希望双方能够延续良好的沟通势头 妥善解决相关未决问题 我们也呼吁有关各方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始终认为 维护和执行全面协议 是化解一核危机的唯一正确有效途径 有关各方特别是美方应尽快做出政治决断 采取实际行动 推动全面协议 恢复履约谈判重启 并取得进展 文部科学上发挥的文部关于最爱的问题 比较